向华强官司又打赢了,终于知道为何说一些事要百年后才公布。 向华强。 后来向华强就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,其实向华强这个人很有背景的,在2014年的时候,有一篇文章写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黑周星驰,文中提到向华强有黑道背景,周星驰先后两次申请移民加拿大都不行, 然后向华强的妻子成立很生气的在微博多次发微博斥责周星驰,并要求周星驰出面澄清向华强不是黑社会的事实。 后来这件事情的结果是,在2014年9月13日刊登的关于,向华强先生涉黑的报道材料未经查实,内容失实,侵犯了向华强先生名誉权并误导了广大网友。 然后就删除了上述报道,并就此报道给向华强先生造成的负面影响,致以诚挚的歉意。 后来又有一篇文章写道是向华强碰过的女明星有几个微博,还会有就是一手遮天的影视圈大佬,向华强等贬低丑化的言论,然后向华强就起诉了她们的文章。 最后当然是胜诉了,并且赔偿了她们两万五千元。 其实向华强的第一任夫人是丁沛,而当年李小龙和丁沛好像关系也不错,还有就是成龙也说过自己有一份存档,一定要自己百年之后才能公布出来,到底是有助这也怎样的黑幕,一定要百年之后报出来呢?